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像这样 山坡树木土石滑落挡住了去路 不少游客准备下山 前后道路受阻 南投清净农场上方这一处温室被大水冲垮 泥石流冲出了一条水道 滚滚而下 温室内植栽也无法幸免 倒得倒 重量轻一点的则被冲走了 雨下得这么大 附近居民冒险踩在大水中 要清山沟旁的落叶枯枝 通往清净农场的主要道路上 好几处因为大水险向缓生 受到台风卡努外围还流的影响 今天在中部的山区 也就是南投仁岸山下起了墙降游 瞬间让在清净国小前面这边的路段 出现了瀑布 这里是清净国小旁台十四甲线 大雨在山上蓄积 遭到了水路 就像涌泉喷发狂泻 准备下山车辆有些冒险挺近 小货车担心被冲走不敢贸然前进 再往上走 是小瑞士花园 柏油路被大水冲破 马路碎裂 车子经过十分惊险 里头还有全台最高的统一超商 门口的座位区成了小型蓄水池 两个地方距离不远 一边路面像是滑水道 一边则是明显淹水 往上走 清净农场办公室也差点被冲毁 这边的整个山坡是种满了果树 早上的墙降雨 把这边的土石整个都冲下来 那包含是原本种植在上面的奇异果树 前面好几棵全部都被土石冲毁了 8月4号上午例行产业道路 土石滑落 一辆大货车受困 车上人员下车避难 土石流不断倾泻而下 货车已经被挤压变形 都快被推下山坡 清净地区的居民说住了30年 没遇过这样的大雨 仍耐乡24小时累计雨量达672毫米 现在山区还在下着大雨 从雾设到清净这一路多处落石摊坊 排风尾带来的危险警戒 还没告一段落 TVBS新闻陈其捐料反应 SNG小组南投采访报道 另外再来看庐山温泉这边 也因为好雨温泉饭店地基都被掏空 部落向到变成河流 混沌的泥水倾斜而下 居民穿着雨衣 拿锄头要清除水道 还有土石流入侵民宅 怪手忙着清除水道 对面民宅遭土石入侵 旁边还有车辆停放 土石流已经冲到旁边淹没了轮胎 一辆货车三辆自小客车无法动弹 村长说120和第40分别有一处比较严重的土石流入侵民宅 目前村庄联络道路中断 独达村约有五六百人 加上附近静观部落大约两千人 人爱乡从物色往北是台十四甲线往清静荷欢山 往东是台十四线往卢山温泉 也就是精英村 都达村更深山在精英村的北边 因为豪雨 气象局发布疏散避难警报 范围包括南风 亲爱 春阳 精英 都达五个村 卢山吸水暴涨 远眺对面的山头 饭店底下地基掏空 卢山温泉饭店业者早该撤离 一百年八月之后就不能再营业 地基掏空的这家饭店也早已人去楼空 因为十多年前的金勒克台风跟莫拉克台风 温泉区受损严重 加上地盘移动必须撤离 康路台风外围环流 在仁爱卢山分别测得 二十四小时五六百毫米雨量 已经破舰站记录 雷达回坡图来看 仁爱巷的上空云层盘踞不散 也只是红色警戒 辛勒克跟莫拉克 这两个台风曾造成严重灾情 也是居民的噩梦 如今台风尾的雨量 刷新的二十四小时最高雨量记录 TBS新闻陈家贵无输屏 南投报道 空派画面中清楚拍到 中横变道3.9K处大规模摊方 摊方量约1200立方公尺 甚至还有落实约500立方公尺 需要障碍排除 古冠公务段说 现场天后状况不佳 24小时内降下153毫米的雨量 即便机具已经到场 也没办法修 预估要三天后 8月7号下午4点才能抢通 卡鲁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风墙雨大一度造成1,210户停电 而台中大甲溪天冷附近 则是大雨不断 溪流水势相当湍急 再加上风势墙 警方提醒中部地区居民 要小心竖岛或是落实情形 人身安全是首要考量 TBS新闻黄国军徐又翔 台中场报道 警方提醒中部地区居民 温度 特别有空 天空 太 Presion nos 这辈子 糖尿 受任律 很大 这样 选择 三分之二 同樣岌岌可危的 還有南橫公路重要的連外道路 名霸克陸橋 上午10點多里長排下的狀況 只是第五節的H鋼糧損壞 經過大雨連續5小時吸力 整座便橋快撐不住了 這個河口把它做一個遺跡 這個鋼便橋的一個橋墩柱 又受損的一個情形 大概的短期鋼便橋 預計要撐兩年等新橋蓋好 但才過一年 這次又遇到大雨土石流 鋼便橋毀緊急封路 連帶桃園區三個里成為孤島 那我們後面目前 早在裡頭有三個里 它分別是庫星里 阿富蘭尼跟M3里 433人是我們找不到的 400多位居民受困 也苦了難橫的民宿業者 原本是暑假的旅遊忘記 結果7月底開始 杜蘇維颱風緊接著卡努來攪局 現在又掃到颱風尾 明霸克路橋又斷了 旅客陸續延期退訂 恐怕在中秋節之前都難以接客 而六龜堡來溫泉業者 同樣也很踩 大型的遊覽車也因為都不能抵達 所以他們都有部分的會館 也都幾乎都是空法而已 高雄山區受到豪雨土石流威脅 市區則是風大道 把巨型的牌樓整個吹到 一輛小貨車的車頂被壓到變形 另外屏東潮州同樣刮大風 整面的廣告刊板被吹先 倒塌過程全道路 當下把路過的騎士也嚇壞了 而且對台灣本島中南部也會有雨勢的影響 詳細的東西在記者裡作合 卡路颱風雖然逐漸遠離台灣 不過根據預測的路徑 它很可能要再度的襲擊到沖繩了 其實它在沖繩 已經是造成了兩死64傷 那麼現在它在宮古島附近的海域 是幾乎不動的 所以也預估說它很可能在不久後 就要來接近到沖繩 再度的襲擊也可能帶來嚴重的災情 因為預估陣風會破100公里 雨量也可能來到150毫米 等於說這個颱風還是會帶來強風巨浪 另外也有河流氾濫 所以也提醒在沖繩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了 只是說雖然它逐漸的遠離台灣 可是我們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尤其是中南部的朋友 因為現在雨量才要開始 天氣風險公司的分析師 就說因為西南風增強 所以中南部的降雨 從今天才要正式 會感受上比較明顯一些 我們看到這個 在週五的八點鐘 到隔天的上午八點 就可以看到尤其在山區的部分 中南部的地區都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溫室難以抵擋卡弩帶來的強風 塑膠布屋頂被吹翻 還飛到旁邊的電線桿 日本沖繩的颱風噩夢 沒完沒了 岸邊捲起淘天巨浪卡弩即將回馬槍 納霸西邊100公里的九米島 又觀測到13級強風 累積雨量已經破了380毫米 晚間風雨會明顯增強 飛機能起降的時機分秒流逝 旅客趕著回家 納霸機場人多到得席地而坐 還有棒球選手明天要比賽 人還卡在機場 不過今天仍然有190個航班取消 全日空已經宣布明天跟後天早上 共102個航班取消 更令人擔憂的是卡弩通過沖繩之後 還有增強空間 CNN就指出卡弩將威脅日本的西部 歐洲模型甚至預測卡弩會登陸九州 不過變數還很大 日本氣象丁跟美軍的模型只預測 颱風會靠近日本西部 北轉的時機還很難說 國人若有計劃前往日本 一定要密切注意颱風動態 體會先送報道 再來看的是中國大陸暴雨區 從華北已經轉移到東北了 這兩天是黑龍江開始出現災情 有橋樑被洪水沖垮斷成了三節 另外雨是趨緩的河北桌州 依舊大水未退 出版商的書庫被大水淹沒 絕版書全部泡水 演變成文化浩劫 大陸黑龍江又有橋樑坍塌 毫塌事件才差點害死人 白色轎車直接衝進崩塌的坑洞 由於官方沒有提前示警 還得靠路過的車輛合力救援 放下繩索拉起駕駛 8月2號起大陸暴雨中心 開始轉向東北的吉林和黑龍江一帶 幾天前才在北京和河北上演的 淹水慘況在黑龍江複製貼上 端端兩天當地有高達25個氣象站 測出破200毫米的暴雨 8月4號現在的上至 居民一覺醒來發現住家四周已被大水圍困 大馬路因此又成了水路 路旁好幾台車全被滅頂 損失難以估計 不只人類黑龍江還出現牛之遭洪水衝到 無路可逃 原來是上游的龍鳳山水庫突然泄洪 讓下游稻田區瞬間被淹 黑龍江多地大淹水直到周五凌晨 送花江支流的螞蟻河周邊 才有大批武警現身 開始堆起兩萬八千多個沙包 房載準備似乎慢板拍 哈爾濱一間物流公司 甚至得犧牲自己的兩輛大貨車 只為了避免地基被逃空 咱們這塊的一個路啊 把它要通關了 沒有辦法 就拿這個東西去支流去拿 把這個電源把這個水一定要動作 黑龍江面臨新一波雨災 而華北地區雨勢趨緩 但後續的救災噩夢才剛開始 百年大雨飲釀成文化災難 位於河北桌州的出版業書庫 上千萬圖書全部被淹 當中不少珍貴的絕版書 通通成了泡水書 我們自己酷黃 我們自己準備的沙袋全都沖好了 水就瞬間都進來了 全部被淹 不是一本都不剩 影片證明這樣的洪災 堆沙包根本沒用 而泡水過的書籍 也無法銷售 只能當垃圾 如同書庫 業者所言 河北桌州至今還有很多地方 大水沒有退去 我們現在是在桌州的北二環 這裡距離桌州一中不遠 那麼在我們的前方呢 就是這次受災比較嚴重的水岸花城小區 救難員只能繼續開著橡皮艇穿梭 只是有些路段 連橡皮艇都很難通過 另一個淹水的位置 因為到處飄著被毀的廠房殘骸垃圾 救難員偶爾還得下水清理才能繼續往前 怎麼樣什麼情況 水深兩米 剛剛一米八一樣的 電腳尖什麼 河北救災人力遠不及受災人數 有桌州的災民一次太擔心 家人安危一時情緒失控 把救難員當出氣包 這都是桌州人的工廠 你還罵人家 打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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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桌州人的工廠 就桌州人了 你是桌州人的吃肉 與此同時受卡弩颱颱風影響 打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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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弩颱颱風目前轉向 否則又要接力在大陸其他省份 再來恐怖災情 鐵新聞綜合報導 好 繼續其他的國際新聞 還要來看的是南韓首爾地區 最近是人心惶惶 因為週四地鐵站發生隨機攻擊事件 造成了兩死十二傷 隨後在網路上接連出現了 殺人預告的貼文 出現了所謂的模仿犯效應 南韓警方立刻加派一萬兩千名員警 在247個百貨跟地鐵站 加強警戒 而且授權員警遇到遲刀嫌犯 不需要先警告就可以開槍 嚇得鞋子都掉了 人來人往的百貨公司 竟然又爆出隨機殺人事件 南韓經濟道 城南市盆堂驅出現站附近的百貨公司 一名年輕男子先是駕車撞上人行道 接著展開恐怖屠殺 這名穿著黑外套戴口罩又戴墨鏡的男子 闖入百貨隨機砍人 經過警方調查 原來他是一名送貨員 疑似患有精神疾病 兇血路往後 不斷向警方公稱 他是受到不明組織雇用裁判案 而且一直覺得有人要害他 無毒有偶 十天前首爾心靈洞 才爆出街頭隨機砍人案 光天化日同樣是嫌犯 持刀隨機攻擊 現在一連串事件發生後 南韓網路上竟然陸續出現多起殺人預告 引發關注 不僅釜山幾個大戰被點名出現殺人預告 還有人說要去前女友住的地方犯案 警方擔心無差別攻擊 在南韓蔓延出現模仿犯效應 專家分析進行無差別攻擊 都會選擇人多或是鬧區 一部分也是這些兇嫌 平常與人群脫節想藉由犯罪引人注目 針對接連發生攻擊事件 南韓警方週五宣布展開特別行動 包括如果是疑似持有武器的人 通通要接受檢查 加強警力部署 但南韓人心裡的焦慮還是難消除 現在來到賣防身用品的店家 從防身噴霧到電擊器 南韓民眾各個求自保 只是犯罪率越來越高 或許也跟南韓已經將近26年沒有在執行 死刑有關 南韓不少民眾期盼這些重大案件的罪犯 能獲得死刑或終身不假釋 回到法治根本嚇阻 或許才能降低再有類似事件出現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逮捕兩名海軍人員 指控他們把美軍機密賣給中國大陸 而被泄露的情資包含 能沖繩美軍基地的機密 還有美國軍艦的所在位置 而且花相當便宜的價格 數十萬就賣走了 不過大陸駐美大使館回應說 這個間諜案的指控 都是美國故意抹黑的 大陸解放軍核潛艦 全員戰鬥狀態模擬發射飛彈 3 1 1 發射 對手不僅用水面箭 飛機來追尋我們的行蹤 聲納浮標更是密密麻麻 所謂對手當然包括美國 但除了政大光明公開演習 台面下還有別的動作 遠在美國加州聯邦檢察官一致排開 宣布逮捕兩位涉嫌為中國竊取機密的美軍士兵 連FBI也來了 兩人都在美國海軍服役 包括22歲魏金超去年才正式成為美國公民 起訴書上寫著他把美軍軍艦武器性能弱點甚至位置用文件照片的方式交給中國 另一位26歲趙文恒在加州懷尼米港基地擔任工程師 洩漏的敏感資料包含重大軍演還有美軍沖繩基地機密 兩人洩密後都拿到錢 其中趙文恒收下超過台幣47萬報酬 對美國來說重點不是他們拿錢辦事而是泄密的對象 光今年大陸疑似間諜行動就包含二月空漂氣球 七月美國國務院高層電郵遭到駭客入侵 而四月的時候還爆出紐約秘密警察局 針對最新美軍士兵洩密被呆大陸駐美食館回應 要求美國政府不要炒作還說間諜指控都是抹黑 兩國進程白熱化美國抗中利器找上菲律賓 美飛最新一次軍演就在8月3號 傳出菲律賓北部靠近台灣的拉爾洛機場 可能成為美軍後勤加油站 美國現在為了針對中國不斷地在強化其前線的軍事部署 大陸面臨美軍逼近以外 最近北京也傳間諜言語 中共火箭軍任命新司令員王厚斌和新政治委員徐希盛 62歲的王厚斌長期在海軍任職 而59歲的徐西成就長期負責空軍系統內的政治工作 一片掌聲中別忘了有人上位就代表有人被拉下來 原來去年美軍公布200多頁報告 巨細迷揭露大陸火箭軍資料 就傳出是不是有人洩密 現在火箭軍高層人士大地震 前司令員也銷聲匿擊 似乎間接證實解放軍正在進行內部肅清 TBS新聞 綜合報導 其實今天十點不一樣精神先來關注的是 喀怒颱風雖然逐漸遠離 不過中南部的雨勢才開始 主要是受到了西南季風影響跟地形性的降雨 所以我們看到包含了南投仁愛鄉山區 高雄桃園區六歸山區都出現好雨 造成了土石流的情況 專家分析山區的雨勢可能還會再持續好幾天 也呼籲用路人要特別注意 雨下的又急又猛南投仁愛區 往清靜的道路還形成路面瀑布 不少路段出現土石崩落緊急管制人車出入 中南部的雨勢漸漸增強 在高雄桃園區溪水暴漲 另外道路也有部分中斷 以及在六歸山區有落石掉落 用路人出入閒下還生 另外在茂林區納馬下區也都納入警戒範圍 而為了要防大雨來襲 雲林前一天就已經啟動汛泥池抽水站的檢驗工作 就是要避免豪雨帶來的災損 包括一些抽水站水渣門等水利設施 我們加強訓鹼 確保它的一個功能正常 另外我們也啟動就是抽水站的前尺 或是自動池排水渠道 及早抽水讓它降到低水位 可以增加續航的一些能量 然後對於就是一些河道 我們也加強輕速 確保它有最大的通風斷面 然後對於一些低外地區容易積水的地方 我們也一部移動式抽水機 也確保它有一個緊急的一個抽水能量 民眾們要加強環台準備 特別是林家附近的一個水溝 要保持它的清通 利用路面淹水感測器 監控線內容易淹水區域 尤其在沿海地區更是要謹慎提防 這些點類都是雲林縣歷史上 就是叫地外曾經有淹過水的一個點類 儘管颱風遠離 但是中南部的雨勢才正要開始 主要就是受到外圍雲系後 續轉為西南風影響 再加上中南部山區有地形性降雨 於是會更偏大出現好雨的情況 南投則升級超大豪雨特報 這次來說的話 很多人一開始人認為 它會有一個帶來西南氣流 但是其實以現在的整個風的強風軸 西南氣流的強風軸 定義來看的話 按照目前的所有的預測 都還沒有到達西南氣流的水準 但是有西南風 西南風就代表說 南海很多的水氣配合整個風向 它會直接針對我們的中南部的陸地 所以我們其實未來這四天左右的時間 南部的靠山區 容易每天都會有持續性的降雨 以現在來預報的話 其實不排除都有山區 都有豪雨的可能性會存在 而且連續會下四天 當然這個會對南部是一個壓力 但是南部要解決這個缺水的問題 特別是台南 可能就這次有很高的機會 這治卡努颱颱風伴隨著旺盛的西南氣風 所以導致不是台風最接近北部陸地 雨势最大 而是台风走后所引进旺盛水汽 冲击中南部 台风外围的云气已经逐渐的往东北远离 但是在中南部的这一带呢 其实附近的环境已经转成偏西南风的情形 所以这样子西南风跟地形的交互作用影响之下 这边今天清晨到目前为止 都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雨势 至于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凌晨 这样子的降雨还是比较持续一些些 并且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上半天 那这样子的整体来讲 都是一个比较持续性的明显的雨势 除了台风带来的豪雨专家指出 在全球气候变迁下 极端降雨事件的发生率都会提高 我们台湾也不例外 今年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说 6月7月都创下有史以来地球最高温的记录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必须很注意的就是说 任何一个天气事件恐怕都容易有一些意外 因为这个事情在国际上 特别是欧洲 美国 亚洲 都已经在发生了 所以这个卡努绝对不是 今年来台湾最后一个台风 后面也还会有 未来声音性上越明显之后 可能有规模的中度台风 以上的这种台风 可能还是会接近到台湾的 未来的台风 其实我相信它的这个 可能会在关岛附近生成 有声音的特性 就是在关岛附近生成 有比较 有三四千公里的 发展的空间存在 那来台湾强台的机会就会特别多 受到声音现象影响 未来台风行程的位置 可能会偏向关岛附近 也会依照当时大气环境 决定台风强度 一旦清台 浴室 风力都不能小觑 民众人得做好防台的万全准备 我们就继续来看这西南风 就是受到外围环流 跟旺盛的西南气流影响 所以南台湾要警惕 接下来还会有 致灾性降雨的发生 上市之前莫拉克台风 曾经在2009年 带来超大好雨量致灾 就是跟西南季风夹带 丰沛的水汽有直接关系 所以南部地区的民众 必须要做好的就是 致灾应变 随时提高警觉 以防止灾害跟意外的发生 中台卡努北转 西南风增强带来丰沛水汽 南台湾水库跟着进账 曾文水库蓄水量超过1.3万吨 蓄水率提升至26.5% 水情大进步 终于解渴了 曾文跟乌山头水库 目前受益大概已经有 3000万吨的水量 不过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 然后曾文水库的积水区还在持续降雨 目前已经降价了大概 847mm的这个雨量 所以我们预估它的这个水量 水位应该还可以再继续回升 台风卡努带来丰沛雨量 全台水库近账超过8000万吨 像是石门 宝山 湖山 南华水库 都逼近满水位 另外白河 乌山头翡翠水库 蓄水率也都超过7成 但曾文水库蓄水率仍偏低 新南气流助阵 有望带来另一波降水 我们目前中南部的这个水情 非常的稳定 但是我们如果放眼 我们9月以后 中南部几乎下雨量非常的少 那明年的这个枯水期 还有存根的用水的话 那相关的这个水资源的问题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那今天早上高频系的流量 大概在129CMS左右 那我们是希望说 这个高频系的流量 会因为新南气流 能够再继续的 维持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每年7到9月是台风季 就算台风不登陆 但环流牵引从新南方 引来旺盛水汽的新南气风 让中南部将会有明显雨势 因此即便卡弩开始远离 但南部降雨才正要开始 这个台风呢 它礼拜五逐渐的北转远离之后呢 其实会让台湾整个环境风 慢慢转成是偏西南风 那西南风增强的话 其实就会为台湾的中南部地区 带来一些迎风面的降雨 所以中南部地区 在礼拜四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风势跟降雨的状况 那反而是在礼拜五 卡弩台风它远离之后 那整个环境变成西南风之后 中南部地区就会开始出现 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特别是山区 是有机会出现好大雨等级的雨势 那台湾引进西南气流的时候 它的特别是在于 它台湾的南部下雨会下得很大 但是台湾已经远离在台湾的北边了 台湾南部的下雨的时候 还不只是像什么六龟这些山区 会下大雨 有些时候连高雄的平地 就高雄都会下大雨 外围环流跟新南气风加成下 产生的共伴效应 南台湾得慎逢致灾性降雨 像是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 之所以在台湾带来超大豪雨量致灾 就是与新南气风辖带风配的水汽有直接关系 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的时候 它有引进西南气流 不过它刚好进来的时候 也是西南气流或西南气风最显著的时候 那一场大雨在中南部 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忆有信 就是台湾莫拉克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所以从莫拉克以后 在预报台风都会非常关心西南气流 如果是引进西南气流这种等级 它的风比较强 水气比较多 有可能就会出现致灾性的雨势 可能很多地方就会有淹水 或土石流等等的这种状况这样子 那还好的是这次康努台风 它北转的角度 让整个西南风轴比较强的地方 是落在台湾的东南部的外海的地区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整个强的西南风轴 并不是针对台湾而来的 那但是在中南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影封面的降雨 台风走了对中南部来说 威胁才正要开始 恐怕比台风还剧烈的西南气流 民众务必做好治灾应变 随时提高警觉 以防灾害跟意外发生 TVBS新闻王新唐 刘彦轩台北采访报导 是的 我们前面不断的强调说 这个威胁还有这个雨势才要开始 像是嘉义阿里山乡 南投仁爱乡等地 还都因为今天就已经出现了 土石流的灾情 也使了政府的防灾资讯网 在中南部200多个区域 部分都分别亮起了红色跟黄色警戒 那么农业部的农村水保署 也紧盯危险区域的情势变化 而土木济市工会理事长也提出预警 过去曾经发生过土石流的地区 其实再度发生的几率 都会比其他的地方来得更高 滚滚泥流从山路上倾泻而下 大块土石更直接阻断了车辆来往 阿里山乡的居民和土石流再次对抗 艰困状况 南投仁爱乡心有栖息烟 来到例行产业道路 状况几乎复制贴上 康隆台风从未踏足台湾中南部 但留下了丰沛水量 让山坡地和低洼地区都如临大敌 喂 土石流就像土石流崩塌 没错 你好 是 请问是哪边有发生在一起吗 农村水保署 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 在紧急应变小组启动 成员们透过荧幕墙紧盯着災矿更新 和各地土坡及时影像 颱风警报解除 雨势却才刚开始 中南部红道发紫的雨量预估 河川局进入警戒状态 而感测仪器和监控系统 就是国土之言 现场会用接触型的方式 包含我们会例如说以前曾经用过的钢索 解枝器 这个就是说土石流它撞起的时候 钢索会扯断 它会发出讯号 然后再传到我们的应变中心 来了解现场状况 或者是我们讲的地生感知器 它就是知道地表若土石流动 会有一些震动的讯号 那我们经过环境背景噪音的律出之后 也知道土石流发生了一个讯号 那同时我们再佐以雨量的资讯 土石流形成三大要素 坡度大加上地质破碎 容易形成大量堆积物 当降雨量充足甚至过多 灾情也将随着发生 点开防災资讯网 卡努台风的土石流前世西流 27处红色警戒区域 出现在南头 嘉义和高雄 而222处黄色警戒 范围又多了台中 总共占了全台七分之一 对土石流前世西流量 它全部是1731条 在每一个地方有预定 它的土石流警戒基准值 其实就是我们监测到的雨量 跟未来24小时的雨量电话 已经大于土石流警戒基准值 所以我们依据我们的内控的 SOP的程序 我们会适时的发布 红色跟黄色警戒 每个地方基准值是不一样 如果是比较长期 没有灾害的地方 警戒基准值是到 大概600左右 600毫米 如果说比较强降雨 或者是灾害前世比较高的 那仅土石流的警戒基准 有时候会大概300毫米左右 集中范围先期预警 因为1996年赫薄颱风过后 土石流和风災 从此几乎划上等号 中南部山坡地多 豪大雨一来 风险自然随之增加 虽然讲北部这几年灾情 像是比较少 大概比较知名的部分 就是在90年的纳尼台风 以及104年的苏提勒台风 有几个重点地区 还是要提大家注意 包括在西北汐止的 胡呼伦这个地方 在去年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些滑动 一些现象 也包括在桃园的复兴的 风滑崩塌地这个地方 在前年时候 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滑动 另外在新竹坚持乡的绣栏 白石溪这个地方 其实大概也有一些状况出现 但就算没被点到 台北市也没有轻乎的本钱 以内湖康乐隧道口的颠簸为例 去年泥沙台风 和今年6月的大雷雨 连续两次土石流 证明危机 无独有偶 如果你发生过 代表那个地方 它的地址条件 其实就是比较容易耗发 你每一次的一个通报的讯息 到底有哪边地方疏漏 或是相关设备 你要不要再做检讨再提升 各地方政府 针对比较低派的地区 或是土石流浅势 比较耗发的地区 你相关的撤离的计划 你是每年要去做一个检讨 但政府再多的公开警示 民众未必会实时紧盯 专家建议 从住处的周遭 就保持警觉 如果你本身 那个虚流 只要有相关的混浊了 只要有混浊 其实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表示混浊 表示上面其实相关的豪雨 跟相关的土砂已经往下走了 纵使不是在土石流 前世西流 你是后面有山坡地 你的相关的这个土砂 只要这个浊度 已经跟以前以往不一样 有异常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你也要注意 风暴远去 带不走泥流威胁 未雨潮谋 才是保障生命安全 最优先的选项 TVBS新闻 陈佑祥 在北北基 以路上台风警报解除之后 其实卡努台风导引的气流 转由南方的高压 北侧偏西风主岛 专家指出 卡努台风离开之后 引入的西南风 其实中南部要流域降雨 同时因为脚雨效雨 北部沿海 恒春半岛以及蓝雨 则是有强阵风的机会 卡努台风远离台湾 这回是从台湾的 东北方海面接近 气流绕山出现了 脚雨效应 导致在北部 以及恒春半岛 有机会出现 比较明显阵风 堂怒台风强大风势 双北传出多起路数 被强风吹倒 横躺在路中央 甚至连根拔起 成了这副模样 会有这种风速 会加快的这种情况 那一旦加快的时候 我们在地面上 我们感受到的时候 就是风力比较强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在台风 来的时候都会感觉到 好像在基隆北海岸 然后在东北角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南端的 恒春半岛跟绿岛 蓝雨这些地方的风力 会特别大的关系 就是因为这次 卡努台风因为接近台湾时 慢慢开始把西南风带进来 绕过台湾的北端与南端 在台湾南北两端出现的风速 就明显的比其他的地方 要来得更明显 基本上以台湾的地形来说的话 其实不能算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现象 应该说台风只要它的环流 有跟台湾的地形产生交互作用的时候 几乎都有机会会发生 几乎都有机会会发生 因为台风是这样子 一个旋转的一个环流 它绕过台湾南北两端地形 只要有碰到 基本上它都必须要绕过去 它要绕过去的这个机会的话 就会产生这种南北两端 加速的这种效应 相对来说反而是台湾中间 东西两岸的这个部分 只要风向是顺着这个海岸 在吹的时候 它的风速就没有像南北两端 来得这么强 可以讲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明显的一个抢风轴 可是这个抢风轴 或许我们比较没感觉 因为我们会认为 它是一个台风的环流的影响 可是相对的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 就是所谓的在 我们的恒春半岛的南边 这个南边在离这个台风 实际上是蛮远的 而在这个地方 也出现了跟东北角一样 非常强的这种风速 所谓角鱼效应 就是指当流体 或者是风经过转角时候 流动的速度 可能会变得特别快 有引发强风的机会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要多加注意 台风来说的话 我们台湾刚好就是两端的地方 台湾最北端跟最南端 偏西风跟西南风的一个 转角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话 它的风速会特别的明显 特别的大 所以也是要特别注意 这种情况发生 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过一个 比较大的建筑物 比较高建筑的时候 进来建筑物两端 你会感觉到风特别的大 所以这也是一种交易 像那种流体 跟它的一个固体 本身的一个相互作用 所造成一个气流的一些关系 气流碰到建筑物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穿越建筑物 所以这些多余的空气 或者是气流 只有往两边走 所以会使得两边的空气的密度 变得比较多 所以它的这一种的流速 或者它的密度就会增强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碰到一个比较强的风速的地方 这种就是交易交易 第一次发生在台湾 会有这个名称 其实就代表说 在过去已经有非常多的人 研究过这样的这个现象 因为在过去来讲的话 统计分析了之后 就会发现说 在台湾的南北两端 有风速特别强的两个部分 在那个位置 那学者就引起学者的兴趣 就一定会去讨论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 大气模型的模拟 然后就发现说 风速在流过台湾南北两端的时候 会产生这种绕行 而且加速的现象 然后用这种效应 然后就把它命名叫做角鱼效应 专家指出卡努台风离开后 会引入西南风 中南部流液降雨 同时因为角鱼效应 北部沿海 横春半岛 以及蓝雨仍有强震风机会 民众务必多加留意 TVBS新闻 钟颖伦 花振森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摄像局在今年6月底 就曾经预估下半年 清台的台风数大概有4到5个 而今年又是圣阴现象 因此可能会加剧台风的强度 而且下个礼拜可能又有台风 强烈的降雨道路成了湍急溪流 阿里山也因为台风带来的风强宇宙 造成土石坍塌 虽然台湾近4年几乎没有台风登陆 但台风季来临 我们也不得不提高警觉 尤其下半年发展声音现象 海温温度高 这也影响台风和大气温度 今年目前看起来 预估是一个中度到强度的 声音现象 应该有机会在未来三个月出现 比如说台风生成的位置 会比较偏在海上 离台湾比较远 所以台风在海上的生命期 就会比较长 它的强度还有它的生命期 就相对会比较明显 气象局指出今年到6月底为止 北太平洋西部只生成三个台风 造气候平均值4.3个还要少 因此预估下半年将可能有 4到5个台风青台 如果扣除杜苏瑞和卡努台风 也代表还有2到3个台风 台湾整合防災工程技术顾问公司总监 贾欣欣也提到 8月9号到10号 西太平洋还有另一个台风生成的几率 如果生成可能会往日本东方 外海前进 所以我们这比较关注的 当然不是只有台风的强度 台风靠近我们的时候 它的移动速度可能是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大概中度或强烈台风 这样的一个台风 当它如果有机会靠近台湾的时候 它会跟我们的中央山脉地形 比较容易产生一些交互作用的影响 台风很有可能速度接近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在我们台湾的东海岸这一带打转 例如1996年的贺博台风 2001年的纳利台风 以及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 都因为滞留时间长造成剧烈灾害 而在圣阴年台风又比较容易长得又强又壮 近10年来热带气旋的强度增加 3到5级的飓风 每10年来也成长了5% IPCC警告 因为全球暖化造成海水温度上升 因此破坏性的热带气旋 他们获得了海水温度上面的热能 因此速度也更强 就可能会造成破坏性的灾害 由近200位科学家组成的 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IPCC提到 因为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造成海洋温度升高 都助长了台风的能量 所以我们现在的台风会出现两种现象 一个我们暖化的结果 我们海水的温度会增加 会增加台风的威力 所以台风在暖的海面上 它吸收海洋的暖气 而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弧旋 另外就是一个 它的雨水比过去雨水要来得多 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报告 更指出 如今美国据破坏力的飓风数目 已经是100年前的三倍 海温的升高也可能对台湾带来冲击 台湾周遭海水的上升速度 是全球平均的两倍 那当台风来袭的时候 会卷起更多的海水 带往内陆人口密集的地区 所以当我们的城市的防洪海水 还有制洪系统不够的时候 就会造成淹水的情况 IPCC在2016年也发表一项研究 从1970年以来 袭击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强度 增强了12%到15% 气候变迁都正改变台风的形式 研究显示气候变迁之下 台风的生成位置 会往更高维度的这个地方来形成 所以未来台湾其实会受到 台风侵袭的次数是可能会下降 但是台风的威力 却是持续的在上升的 研究显示从1970年代以来 在东亚地区强台跟超级强台的数量 就增加了4倍 而就目前各国的研究来看 台风增强都代表着 对我们的威胁加剧 TVB的新闻和这样的一些单词 他会报导 他只有跟我说土里都是黄金 他从小就这样跟我说 哪里外国 哪里外国好呢 新北市我只拿优等 然后我就